炸蛇哥赵伟约战乱战天王红志 开局赵伟选择中炮 红天王选择跳马 双方是以流行中炮过车局开局 黑方选择跳马之后 红方兵器进一 此时黑方选择飞向 是一路比较冷僻的走法 红方马拔进七 黑方就炮尔进一 准备下部棋要充足打局 红方抢先平局装马抢先 黑方回马跳一个窝心 下部棋准备要充足打死鞠 红方马七进六 是必走的一步棋 黑方充足 红方再把马填进去 阻止对方的炮对鞠的威胁 黑方也有所补偿 选择充足 有一个三足过河 对红方的阵地也有威慑力 红方此时选择炮八平七 五七炮 看起来离对方的足有点近 但是主要目的是为了给马伸根 避免黑方鞠一平三的威胁 此时红方要鞠九平八捉炮了 这个炮放在这儿没有用 所以黑方炮了进三 准备要打兵威胁红方的居和底下 红方必须要防一手 黑方再选择顺势冲足 以上都是流行的布局下法 红方有两种选择 其一是选择退炮 如果这样下 黑方会继续冲下来 红方平局捉 黑方就弹子炮 红方再选择平炮内道 准备将来进炮塞向眼 双方对攻非常激烈 胜负难料 实战当中 红方在这里没有选择退炮 而是走的鞠九平八 先咬住对方的二路炮 黑方下的比较简洁 直接选择交换 黑方一吃 红方一吃 这样下的目的是消灭红方的七路炮 让红方的马暂时脱根 黑方可以抢到一部 拘一平三 捉马的先手 红方拘八平七 也是一招两用 好奇 不仅捉吃对方的过河足 同时服有马迹进八的恶手 黑方的足走了很多步 如果被白白吃掉 显然是于心不忍 所以选择足三平四 捉炮抢先 红方就马迹进八 这里服有马八退六 直接挂脚杀棋的恶手 黑方选择杨高相 是唯有的一部防守策略 用八路炮远程掩护 此时红方可不可以炮打中族呢 当时我们看直播 这个旗啊 好像炮打中族就可以取胜 实则不然 表面上看 红方火力很强劲 但黑方可以踩炮 因为你现在直接回马江是没骑的 黑方恰好有一个前马退四 此死的把你卡住 这样黑方多子占优 红方没骑 所以这里呢 你只能去吃 黑方再进去一别 这样黑方有过河族 而且兵容好 红方没有明显的优势 这个旗啊 并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红方走到这里呢 选择炮五退一 是非常冷静的走法 保留复杂局势 也很灵活 将来我可以平三或平七 亦或者将来有机会 再炮打中族 黑方下到这里 选择先吃过来 红方就炮五平三 这里呢 就发挥中炮的灵活作用 将来准备打足 再去威胁黑方的马 此时黑方进去捉一下 否则总是用这个炮和马去掩护 肯定是不理想 先把红方的马给撵走之后 再选择去考虑七路马的问题 局面进行日词 非常的关键 黑方正确的走法 应该选择飞向 先保证自己的高相不丢 如果红方此时炮打足 去攻击黑方的马 黑方这里还是有妙手的 首先先平局一桌 让出这条线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现在红方的马 没有好的去处 只能回来 黑方再选了退炮 当你打了我的马 我就可以拘把平七一千 红方的炮 没有地方可以躲 想不丢子只能炮三进一 黑方走一个非常精妙的顿挫 先把马跳起来捉炮 红方只能再赌 此时可以看出黑方的局躲开之后 给炮腾出了一个很好的点位 炮八平三 这里啊 孕子如神 下部期准备要马三退五 踩炮 打局 威胁底向 还有过客族的配合 将来局一平二等等 黑方足可抗衡 红方也未必有力 但这个变化呢 确实有些深 临场当中 想看得到啊 确实是困难很大 实战当中 黑方走的是泡八退一 那自然是没有飞向好 此时黑方已经陷入了啊 困境 红方占优 那这里呢 由于你退炮 高向无人看守 红方顺势一吃 黑方此时就很尴尬了 如果你选择躲居 因为你要是吃了我 我踩了要挂脚 如果你躲开 红方可以平炮 底线再威胁杀 你只能退居来防 红方再简单躲一手居 所以你黑方呢 始终是没法打我 如果你现在来打我 我就可以马九退期 准备挂脚去杀 所以红方呢 总是抢线一步 黑方步步赶不上 这个棋呢 就很尴尬 所以这个棋啊 居呢躲开也没用 那躲到别的地方呢 轮到人家红方走 更加的糟糕 所以没办法 这里就选择了飞向 首先是抓居 那么红方自然是吃掉 让黑方的炮打过来 哎这样呢 就没有炮瓦瓶漆 打居的威胁 红方顺势一打足 很明显 红方子力位置非常的好 黑方的两匹马 严重受攻 红方已经大优 那走到这个局面下 黑方是自然不能进炮打居 否则红方还是要马九进八 踩炮挂脚杀棋 那如果选择 局八进二呢 这里呢 黑方的子力就严重受压 红方可以简单回马 不让你进炮打局 将来呢 还有越马 冲击对方中向 黑方显然非常亏 这个棋呢 很难翻身 所以红天王呢 也设计了一个顽强反击的策略 这里走一个局八进四 那么当你吃我的马 我就平均来抓你这个 你不能吃我中毒啊 否则我要踩到你的中炮 这样呢 你的马一逃 我再平均一捉 红方的马也陷入绝境 你不能回 回到七路 我要打你的底下 你受不了 你要回到九路呢 我也是要捉死你 所以那个棋呢 红方的马被捉死了 但赵伟大师呢 也有自己的计划 既然你要捉死我的马呢 我暂时就不要了 我先把右边调整好 首先躲开自己的炮 不让你的马老咬着我 那么当你吃我 我再聚三平五 这样呢顺势消灭了黑方的中向 黑方的中向逃不掉 因为不可能躲啊 躲了中马呢 根本离不开 更加的糟糕 所以这个棋这么下呢 红方消灭中向之后 依然取得巨大的优势 此时红方 巨马炮火力很强劲 黑方虽有过河族 但是啊 少双向 显然红方大优 此时如果下底炮江 黑方可以跳马 没有一太大意义 就选择退回 准备要炮二平五立中 黑方赶快跳马 红方按计划摆中炮 准备要平局较抽 黑方只能躲 红方再选择退居 先调整居位 黑方此时下足 准备要孤注一致拼杀 但速度显然没有红方快 此时黑方下底居准备杀象 红方直接越马踩足 已然形成威胁 那这里黑方如果比速度 行不行呢 如果选择吃相 显然不行 因为红方可以先下手为强 跳马一将 你自然是不能进降 否则我平局抽掉你的鞠 你上将 我这里呢 有炮五平四一将 道理差不多 无论你怎么下 你只能跳马 然后呢 我再平局一将 再一将 把你的鞠给吃掉 这样呢 黑方丢鞠败定 所以这个棋啊 速度当中呢 始终是红方要快 黑方没有办法 只能选择进炮 防住红方 马一进三的路线 那这里赵伟呢 再选择居武进一 深深的点进去 这招呢 非常的厉害 屡试不爽 黑方走到这儿 还是不敢吃相 如果你吃相 那效果更加糟糕 红方 马一进三一将 平炮一将 送居一将 回马 马后炮绝杀 一气呵成 那是非常的精彩 所以这里啊 红方这部深深的点进去 看似轻描电血 实际上是暗藏杀鸡 现在不仅有跳马的杀 而且呢 还要吃炮 黑方也是没有办法 只能没办 送掉自己的足 那么红方一吃 黑方可以带江杀相 然后呢 抢到一步 炮三平四 这样呢 红方将的时候 黑方就可以不用上将 而是选择进将 战解燃眉之急 虽然说战时没事 但是啊 整个防线已经崩塌 由于黑方的足呢 也牺牲了 没有有胜力量 没有反击 这个棋呢 红方可以淡定的进进老帅 哎 不让你的炮老瞄着我 稳稳的收下胜利 就可以了 此时红方简单回马 重整旗鼓 准备发动下一波攻势 黑方虽然战时没事 但是没有反击了 这个棋呢 也只能上马 孤注一掷 不能坐以待毙 红方平均一桌 你往前继续冲 当然你往前跳马将呢 也是没用的 我可以简单落下来啊 退降就可以了 那么红方呢 进去一江 走一个顿挫 再选择退居捉马 那这里黑方的马呢 也非常的尴尬 没有好位置 只能是进去江 再跳马将 红方简单出帅之后 化解了黑方所有的攻势 此时黑方选择央角士 也是最后的败招 切看红方如何表演 这里先进去一江 再选择退去江 然后马斯进武 一招毙命 黑方不能选择上士 否则进去一江 平炮闷攻杀 只能选择退居 红方 马五退三 绝杀 五姐